有一个老汉 他在方圆百里是有名的驾船高手 在海上风风雨雨几十年 他不知遭遇了多少巨浪和风暴 每一次都被他化险为夷 一位年轻人想拜老汉为师 跟他学习海上的驾船本领 而老汉却说 真正的驾船高手不是我 那是我隔壁的邻居 年轻人认识老汉的邻居 他知道虽然这个人在海上驾船几十年 却平平淡淡 从来没有听到过 他与什么风暴搏斗的一些壮举 老汉说 邻居的高明 正是他能防患于未然 每当风暴来临之前 这个邻居总能够及时的遇见风暴 并能巧妙的避开风暴 所以他就从来没有遭遇过风暴 人们只看到我和风暴搏斗的壮举 却没有看到邻居遇见风暴 和避开风暴的智慧和他的高明啊 记住了 真正的驾驭高手不是勇敢的去征服风暴 而是机智巧妙的去避开风暴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有时候在家里知道自己的先生发脾气了 很多的夫人觉得我又没得罪你 你为什么冲我这样啊 然后你一句我一句 他不想避开 针锋相对 等到先生拿起拳头 你再讲我打你了 他还说你打呀 你打呀 啪一下子 你打我 记住台长一句话 能够躲开避开 那是有智慧的人 当自己觉得家庭不和 或者因为某件事情暂时不能解决 有智慧的人 首先学会避开 然后再想办法 我曾经告诉过你们 要懂得当家里着火的时候 首先不是灭火 是要逃离火场啊 一个人要懂得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处在何种环境 要懂得我们到这个世界来 只是来借助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住到哪一天离开 所以人迷茫 总是以为自己得来的东西 可以永久在自己身边 就像我们小时候拿到的玩具一样 认为永远是跟着自己的 想一想 我们连人到人间的真实目标都不知道 我们怎么能够开悟呢 所以人的一辈子 一直在追寻这辈子所得不到的东西 想一想 我们看到的一些却是借来的 我们以为是真实的东西 我们活到这个世界 我们连我们的父母亲是谁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 哪一个结婚的人想到会离婚的 这就是我们的无知和无明 所以好好地珍惜现在拥有的 不要把欲望看得太重 能够拥有今天的人 才会拥有明天 有一位弟子问一位大法师 他说 法师啊 天底下谁最荣治啊 老法师说 哦 善于学习他人长处的人 最有智慧 那么师父谁最强大呀 善于自己能够控制自己的人 他是最强大的 那么师父谁最富有啊 能够深吸自己拥有的财富 知足者 而且并将能财物用帮助别人身上 过好每一天 精神愉快的人 他是最不有的人 那么师父谁最值得尊敬啊 自重并敬重别人的人 是最值得敬重的 大师所言 即显而易见 就是说 明白 但是呢 不一定做得到 大师说了 是啊 显而易见 不过很多人视而不见 我们学佛之后就要知道 懂道理不一定做得到 功德靠累积 长期的去行善 才会成为善人 行菩萨道 才能成为佛 记住了 每一天不动坏脑筋 做一点好事 动一个好脑筋 三百六十五天 你就是一个善人 你就是一个好人 如果你今天 每一天不动好脑筋 每一天动一点坏脑筋 三百六十五天 你就是一个坏人 这在佛教界讲 就叫积累和累积啊 所以我们要做好人 每一天从自我做起 好好地帮助别人 每一天就想到别人 少想自己 每一天懂得吃亏的人 就是一个圣人 每一天想占别人便宜的 那就是一个小人 那 谢谢观看